創意比才近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节目 今天是礼拜四 我想离封关已经没有几天了 大家很关心的 应该不是这几天的行情 应该是103年的行情 那你会看到坊间很多杂志 都在预测103年的行情 什么股票会涨 什么股票的行情怎么样 那我想每一个人都很关心 到底103年的股票要怎么做 我想做股票如果可以变得很简单 很轻松 这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的 只是股票太复杂了 太多样化了 让很多人摸不着头绪 那如果股票可以变得很简单 我想每一个人 你要赢的机会就很大 那我今天这个节目就要跟大家讲 你如果来聪明玩股票 如果把股票变得很简单 来我们先看这张图 这是不同的人种 我们知道世界有很多不同的人种 有黑人 有白人 有黄种人 像我们亚洲人大部分都黄种人 对不对 那可能也有这个印第安的红荤 它脸上都是红的 差很多羽毛 那也有外星人 ET 对不对 那我想这几种人类 大概我们不会搞错了 那请问哪一种是黑人 这五个人哪一个是黑人 应该这个吧 这蝗骂嘛 应该这个是黑人 对不对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 那我们就把它注记一下 这个叫黑人 欧人 那哪一个是白人 这比较白 应该是这个白人 感觉好像是比较 美洲那边的 欧洲那边的人 感觉是白色的皮肤 应该这是白人 刚才写一个白 哪一个是印第安的红荤 应该这个吧 脸红红的 差很多羽毛 这印第安的红荤 它们的颜色是 皮肤颜色是红色的 所以当然是红的 这是红人 那我们说 这是这个大陆的总裁 这个总书记习近平 这当然是亚洲人 这当然是黄总人 对不对 这是黄的 那哪一个是外星人 这就外星人嘛 ET嘛 长得很诡异 跟地球人类不大一样的 这叫外星人 对不对 那这答案对不对 我想如果你要把这个人类 分错大概很困难 这答案绝对百分之百正确的 那我们把答案撕开 看一下是答案是不是跟我们写的是一模一样的 没错 这就是黑人 欧骂马对不对 黑人 白人对不对 印第安的红荤 印第安人 黄总人 这个叫ET外星人 那我想这个是很容易判别的 那如果股票一样可以用这样来判别 那就很好玩哦 那你就不会做错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同样的这五个人类 不同的人种 我们把它变成不同的股票 那如果股票的样式也可以把它变成 这是跌式的股票 这是会大跌的股票 这是涨不动下不去盘整 上不去下不来的股票 这是涨势的股票 这是会标的股票 那如果你可以把股票 分成这五个形态 好怎么样 你要做错机会就很小了 是不是 那股票可以分成这五个形态 跟人类一样 人类有五个人种 假设啦 假设暂时分成这五个人种 那你都看得清楚 这是黑人 这是白人 这是印第安的红荤 这是黄总人 这是外星人 那如果股票也是一样 你可以把它看得很清楚 这是跌式的股票 这是要大跌的股票 这是会盘整的股票 这是会涨 会标的股票 那如果你都搞得很清楚 他说这边 你要赢的机会一定很大的 有没有道理 那我们把这个五个形态 我已经把它分好了 怎么分 来答案在这里 那什么是跌式的股票 就是高档出现很多 卖出讯号的股票 出现卖出讯号的股票 是要跌的 那如果连续出现卖出讯号 就是要大跌了 它不是一个很多个 那表示股票很危险 这可能要大跌了 那如果上档有反压 下档有支撑 上不去下不来 这就是盘整形态的股票 那会涨的股票 第一档会出现买进讯号 那会连续出现 也都买进讯号 可能就是要标的股票了 那我们把这五个形态 分清楚之后 如果把所有股票 都一样都分类 什么股票 一个洞一个坑 你是什么股票 一看就懂 你是盘整股票 上额卖出下额买进 你是连续卖出讯号 你是要大跌的股票 那如果每股票 你都分得很清楚 我想你要赢的机会就很大 你不可能去买到大跌股票 然后当作是要大涨 是不是 那这五个分好了 来 原来在股存系统里面 早就把这五个分好了 那这五个怎么看 我再举一些股票做例子好了 你看到很多股票 你常常不认识它 不然就是相见恨晚 看到一个小姐很漂亮 身材很好 哎呀 认识你已经50岁了 如果20岁认识你多好 相见恨晚 那同样股票标股 你希望早点认识它 比如涨三倍了 哇 认识你 都涨三倍了 你怎么追 追也不是 不追也不是 不追又怕它涨上去很难过 要追又怕追到高点 所以你要早点认识它 对不对 那怎么来认识这些股票 头这边 咱们举个例子好了 最近橘子游戏很飙 游戏股很飙 那你看这个形态 在这边做什么 这在打底 所以你打进去 你买进去 哇 这涨停板 没有用 涨停板追进去 照常没有用 又盘了将近半年 那盘完之后开始喷出 拉红棒 跳空 跳空压回回撤 然后开始做喷出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种股票形态 知道这里是盘整 那这里就开始准备要涨了 看得懂 你就敢买 你就会赚到钱 那我们讲 刚刚那五个形态 那这股票要怎么分 来 这五个形态嘛 对不对 就像五种人一样 那如果来判断这档股票 哪里是盘整 哪里是要喷出 就这样啊 当你看得懂了 股票市场就会有钱赚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这两个 这是一般的K线看不出答案 那我的方法是用一个特殊的软体 我发明的软体叫股神系统来研判的 来 怎么看 股神系统就这样 这张图卡是12月25号 今天已经24号了 10月25号 那我们看当时一个月前 出现这个形态 上面有很多卖出讯号 下面有很多买进讯号 所以我们这上面有很多卖出讯号 下面有很多买进讯号 这属于什么盘整格局的股票 当天在一个月前 这个格局还叫盘整格局 懂意思吗 他们脱离盘整区 脱离又被拉回来 所以还没有 但是已经看到很多买进讯号 第一步开始出现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感觉 感觉 感觉比较有机会 因为山蟹也翻多了 感觉有机会要涨了 那我们再往后看 来 到了这一天 1月13号 它要盘整了一两个礼拜之后 拉一根红棒上来 很明显这个已经脱离盘整区 而且山蟹翻多很漂亮了 这个就是要开始要涨了 懂意思吗 那如果你买在这个点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点 因为它已经整个脱离盘整区了 有没有 有啦 都脱离啦 是不是脱离盘整区了 脱离盘整区 然后拉一个红棒又三仙翻多 那就知道这股票开始大涨了 你看得懂 你就敢买 懂意思吗 后面你就会有空间赚了 对不对 这是13号 那我们往后看 这是20号 要经过一个礼拜 我拉很多根上来了 已经30.4了 22号 31.3了 所以你想想看 这样股票一张一张一张 慢慢一档一档慢慢涨上来 那你看前面的格局就是盘整 上有卖出 下有买进说涨不动 有没有 回到刚刚的图卡 五个人类五个形态 对不对 盘整格局 上有卖出 下有买进 所以它涨不动 到了这里 三仙开始翻多 买进去又密集出现 整理 要整理的大概十几天 然后拉一个红棒上来 刚刚讲这根红棒 就这根嘛 好 就这一根 有没有 就这一根上来 你就知道它已经脱离盘整去 要开始涨了 再过几天给它看 诶 又往上拉更高了 有没有 哦 没错 那你正是 这是一个三仙翻多格局的 所以你是不是大概在这个点 你就可以知道要买了 有没有买到最低点 我说真的买到最低点 也不一定是好事 你想要买到最低点 常常误触地雷 是不是 所以不用买到最低点 买到这个点也很漂亮啊 所以开始到现在 你会发现它股票涨上来了 好怎么样 所以这样是变得比较简单 比较轻松 比较容易了 所以做股票 你可以把它变得很轻松 很简单很容易 就是用这五个形态来研判 任何一档股票都一样 它没办法脱离这五个形态 懂意思吗 我们再举一些股票做例子好了 来我们说五个形态 第一个我们说高档出现 卖出讯号了 当这种格局发现 这股票代表它要拉回 要整理了 要休息了 最后要先出场了 来比如说 这是大涨一波 来到这里高档出现一个卖出讯号了 危险了 最好就是整理了 不好就是开始大跌了 所以很简单这种格局股票 先跑再说 脚底抹油 先算这个贡 先跑再说了 可以把钱放到口袋里面了 知道什么 高档出现卖出讯号的股票 懂意思吗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你要不要拆 要分析 要去添很多 法说会 不用 股程系统就会告诉你 你应该要出场了 懂意思吗 那这个呢 一样啊 你大概一个多月前就要出场了 不是现在才出场 早就出现卖出讯号了 有没有 所以当卖出讯号出现之后 上党要这么多的反压 这么多的上影线 代表上党反压重重了 对 卖出讯号出现了 三线破两线 你就应该先出场了 懂意思吗 一个礼拜两个 三四五六七 七个礼拜前你就要出场了 不是等七个礼拜后今天 你报了七个礼拜还是赔钱啊 懂意思吗 你是不是站在这里就要出场了 是不是很简单 会不会卖到相对高点 我觉得机会蛮大的 哇 你一定会卖到相对高点啊 是不是 那这个呢葡萄王 不是一样的格局吗 高档出现卖出讯号 三个礼拜前 所以三个礼拜前 君刚刚先做一个获利出场了 不要想赚到宝 够了啊 赚这一段已经够了 如果你每一次做股票 都能够扎扎实实赚到这一段 不得了哦 这是五十几块 涨到快140哦 140几哦 这涨好几倍哦 懂意思吗 那在这里危险出现的时候 你又把它卖掉 避开很多危险 你绝对是股票从高手中的高手 你放心 你绝对是非常厉害的高手 而且你一定可以创造很多的财富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说高档出现卖出讯号 代表股票要跌 先出场再说 那如果高档出现很多卖出讯号 就是要大跌 那更危险 有这种股票吗 结果这是不是高档出现很多卖出讯号 你看跌多久 跌超过两年了 两个月前才看到低点 所以你这两年来你去买一金光的人一定赔很多很多的钱 他一直出现卖出讯号提醒你 123456789101112131415 这两年总共出现15个反压 所以你这两年你去买一金光的人 我保证你伤得很重 就看就知道了 这种股票很简单就是不要碰 你不买它又不会怎样 我们跟它还没有亲戚关系啊 干嘛一定要支持它 不好股票就唾弃它嘛 干嘛要买它是不是 所以你买了以后你一定会缴很多的学费 懂吗 所以认了一档股票现行叫出来 股文系统一看就知道了 你把股票叫出来 比如这股票3406再打777就是周线 你就看到哦 这问题还不小 这种股票不要买 这股票也是一样 所以当你面对一档股票 你不晓得怎么办 这股票要怎么办 很简单啊 2301就是光宝代号嘛 那我们再打777就看到周线 哇天啊 123456 高档出现一堆反压 高档出现一堆反压 一堆卖出讯号 投这边哦 所以你问我说张宇敏 你会买光宝 我不会 抱歉我不要 你要你自己去买 这种股票我不敢买 我们这种股票要避开的 懂意思吗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跌式的股票 高档你还没有看出大跌 但是我已经跟你讲 这股票就是要跌的 你看连续出现很多反压 代表它大跌的 懂意思吗 那不要等到跌一波了 伤得很重 你再后悔 高档没有跑 来 特写 这有没有高档出现很多反压 一二三四五六七 当时还在八十九块哦 有哦 高档出现一堆反压 镜头拉远 你可以不卖啊 这里破四十了 这里还八十九哦 已经跌超过五成了 那如果你一档股票跌超过五成 你财产都去一半了 你再后悔来得及吗 你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就要跑了 对不对 这里就应该要跑了 不是在现在才讲啊 八九十块你就应该要跑了 不是跌破四十你再后悔啊 你赔了五十%很痛苦 是不是这样 所以做股票 你可以把它变得很简单很轻松 所以这样讲完 你看得懂 看你就要懂了 在这里一定会跑 你不可能再报了 对不对 这一段你不可能去买 因为它根本没有翻多啊 那你第一个可以避开很多的风险 第二个 你懂这个游戏规则 你也可以买到很多的标股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高档出现 卖出讯号要做什么 要赶快跑了 是不是 那不跑它就会受伤 那另外第三种 上有卖出下有买进 这就是要盘整 那盘整要盘多久 有时候都盘很久 盘到你会受不了 盘到你会没耐心 你会起哨 来 这盘几个月了 三个多月了 高档出现卖出讯号 下面有买进讯号 卖进卖出 卖出买进 卖出买进卖出买进 这一直在盘整 上有锅盖 下有铁板支撑 上面盖子盖着你上不去 因为很多反压 下面支撑跌不下去 一盘盘三个多月 同学朋友 你真的有那么多耐心 去等这种股票吗 那你何不利用这三个多月时间 来买其他的股票 来买涨势的股票 应该比较正确嘛 所以当你看到这种现行 你就知道这股票不能买了 需要猜吗 需要去分析吗 需要听法说吗 听法说也没用啊 利多有时候也是不涨啊 是不是 你很明显就看得出来 就是盘整格局的股票 这种股票不用浪费时间 你浪费时间也没有用 懂意思吗 所以是不是很简单了 分析党大家不敢分析的股票 台积电 有人说台积电资本支出要变两位数 他们张忠谋说 董事长张忠谋说 2013年 103年 2014年 要两位数成长 请问张忠谋你有没有看好台积电 看就知道了 有没有 暂时我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的地方 高党出现很多反力啊 12345678 下档有买进支撑 所以台积电目前就是一个盘整格局 很简单 就是盘整格局 不管张忠谋讲什么都没有用 他就是盘整格局 他骗不了人的 懂意思吗 所以任何一档股票都一样 都这样来看你就看得懂了 就是盘整格局的股票 什么利多都没有用就盘在这里 对已经盘好几个 这一条线代表一周 你看盘几个月了 盘快半年了以上了 对不对 上不去就上不去 因为上面很多反压没有克服 所以你是不是一看就看得懂了 需要旁边人在教你看很多那个不用 你一秒钟就看得懂了 所以我们上了卖出 下了盘就是盘整 那这个呢 一样 高档出现很多反压 123456 下档两个支撑 是盘整 但是是空头 比较强烈的盘整 因为上了六个反压 下面才两个支撑 这一不小心就会重挫 所以我说张艳明 你会不会现在买中租 对不起我不会 绝对不会 那如果你要买中租 会买在哪里 这里 那你会报哪一段 报这一段 这段当然可以报 懂吗 当卖出去那出现就是要出场了 那这样赚起来会不会很爽 应该会吧 那你买这段会不会赚钱 应该不会吧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每一档股票 你都有能力来判别 你要演个机会不就很大了吗 当然你必须靠个客观的工具 来帮助你 我的方法就是股神系统 你的方法是什么我不知道 来 那我们说讲完的 跌的大跌的盘整 讲涨势的股票 甚至讲要标的股票 来 那我们说涨势的股票 低档会出现买进讯号 会标的股票 会连续出现买进讯号 那请问现在有这种格局吗 你跟这两股票盘多久了 应该快两年了嘛 很多卖出讯号 1 2 3 4 5 一大堆盘押回来 所以盘了很久 盘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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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到这里 1 2 3 有没有 三线都泛多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连续出现三个买进讯号 所以如果你问我要买什么 如果两档股票要挑 一个台积电 一个瑞宜 请问张颖民你要挑什么 我一定挑瑞宜 我不会挑台积电 为什么 因为他下面很多买进讯号出称 他已经出现怎么样 泛多的迹象了 他已经整理完成 已经前面整理完成了 那如果去挑台积电 我是觉得我不会啦 为什么 那这高档这么多反例 他怎么会挑这种股票 但大涨一破之后 他要高档在整理的嘛 对不对 虽然整理完不一定会大跌 那最少要整理 那整理要整理多久 有时候三个月 有时候四个月 有时候五个月 有时候六个月 有时候七个月 有时候八个月 我没有那么多耐心等这种股票 很抱歉 这股票我不想等 所以我会买什么股票 我会买三千万多的股票 我不会去买这种高档出现卖出去 然后还在盘整的股票 万里盘得不好掉下去就不得了 对不对 那有一天会盘完再上去 有可能 那等上去再说嘛 那至少现在我没看到 那我会买这种 大跌完成 三千万多的股票 来 比如说连强也是 大跌完成 跌了两年了 那我们说跌到这里 开始出现很多买进去 一个两个三个 三千开始翻多 所以相对的 这买起来比较安全 这就是股票的一个操作 那如果你把每档股票 你都看得很清楚 请问你会不会买在这里连强 你会不会两年前去买72块连强 不可能 那你会不会一年十个月前去买72块连强 这里又72会不会不会 那你会不会 接近一年半前去买64块连强 不可能 你会不会一年前去买60块连强 你会不会一年前去买60块连强 不可能 那现在来到50几块你会不会买 有可能 你相对是安全的 OK吗 趋势翻两 充满安定 动能充沛 这种格局买起来比较安心 所以有人说股票怎么买 就这样买 你把它分成五个形态 对不对 再讲一遍 分成这五个形态 是不是很简单 什么格式会跌 什么会大跌 什么会盘整 什么会涨 什么会飙 你把它分成这五个形态 就像人类一样 你把它分成五种人 黑人 你看就知道 白人 印第安人 这黄种人 这叫外星人 请问你可不可能看错 难吧 你把外星人看作地球人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把黑人看作白人吗 不可能 所以如果你把人类都看得很清楚 就像股票你把它分成五种 你也看得很清楚了 哪五种 就这五种 会跌的 会大跌的 会盘整的 会涨的 会飙的 就是这五种 有没有第六种 没有 就这五种 那这五种很简单 就透过这个方式 透过股神系统 三线跟买进卖出讯号架 过来研判 每一档股票的位置 那你看得懂 你就容易赚到钱 你可以避开很多风险 来比如说 有人说 今年他买一档股票 我的软理会 坐在台中了 他跟我说买了桥顶 他最少赚了一千万 我说真的吗 有没有可能 有他跟我说买15块 他也没买最低的 最低12块4 到今天 46块8 投票你觉得会不会赚到钱 应该会吧 这都三线盘多的架构 不是吗 投票 来 有人说买明基彩赚了不少钱 前面为什么不能买 前面是盘整 盘整完成 三线盘多开始喷出 这里多少 15块吧 38 15到30就一变涨到38了 到现在这个多头格局还没有改变 也没有卖出讯号 所以如果你买这样的股票 会不会赚到钱 会不会从100万变成200万以上 应该机会还蛮大的 是不是 就是 那盈总股票很危险就是 跌一升之后反弹 那反弹之后还会再破底一次 可是这个很难判断 因为很多人都没办法去判断说 为什么他会再破底一次 来注意看 压回之后反弹 为什么反弹会再破底一次 哦 因为根本没有反多嘛 趋势没有反多 所以没反多之后再压回一次 懂吗 是不是来到前破底点了 懂吗 是不是反弹有反弹哦 可是有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根本没有反多 所以反弹之后会再破底一次 很多人会死在这里 懂没有 股神系统都很明确的告诉你 所以股票操作难不难 不难 你把它分得很简单 你操作就会赢了 那这五种形态你看不懂 你要赢就很困难 五种形态的变货很简单 都在股神系统里 我想这样你看完节目里讲 下次你有股神系统可以操作 你就很明显 可以看到很多股票堕空 你就不会买错了 你说没有道理 我们今天的广告 再回到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杰都 震撼登场 新杰都 五八六四二 一一五五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祝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零二二二五零零六九九九 零二二二五零零六九九九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祝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零二二二五零零六九九九 零二二二五零零六九九九 最重要 头痛 请用一分钟 爸爸 鵝排气密窗 专利富的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鵝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代用 嘴气体啊 小伙伴 好 欢迎来回到现场 我们说把人类分成五个样式 你很容易就可以看懂 这是黑人啊 你不会黑人看成白人嘛 对不对 这是白人 是印第安的红华 因为他皮肤很红 你看就是印第安红环 这是亚洲人 黄种人 这是外星人 你不可能看错的 那如果一样 股票把它分成五个样式 你就不会看错了 哪五个会跌的会涨的 会跌会大跌 会盘整会涨会飙的 那每一种股票 都把它分成不同的形态 不同的判断方式 会跌高档出现卖出讯号 会大跌连续出现卖出讯号 盘整上有反压下有支撑 会涨的低档出现买进讯号 会飙的买进讯号连续出现 就用股神系统这五种形态把它分完 你就可以看得懂了 所以当你看了一档股票 你就知道是什么形态了 这什么 高档出现很多反压 赶快跑 不跑就没命了 对不对 这个呢 这转空了高档出现一堆反压 这怎么买 你一定会跑 你不可能买这种股票 这个呢 这转空很久了 根本没有翻多 你会去买这种吗 不可能啊 这个呢 盘整完成之后 买进讯号出现 然后喷出 这兜头格局啊 这很漂亮啊 所以你看得懂 你就敢买 你就不会买错 你就会有机会赚到钱 是不是 这OK啊 这很漂亮啊 兜头格局啊 当然追这么高了 我没有叫你去追哦 你藏那么多 你不要追了哦 那如果现在再碰到这里 你敢不敢买 我现在这里你敢买 而且你会有勇气嘛 那有没有这种股票 一定有的啊 会没有 这不是刚开始而已吗 这还没涨耶 大跌这段你不会去碰的啊 这段跌很惨 超过五成 很多人跌完就断头了 来到这里 翻多讯号出现 你敢买啊 对不对 这种格局你就敢买啊 不是吗 一堆买金讯号出现了 你敢不敢买 我现在你敢买 有没有涨上来了 这是不是多少格局 这是啊 对不对 比如说呢 大跌完成来到这里 哇 好多买金讯号出现哦 三线翻多了嘛 是不是 那看周线更是漂亮 哇 大跌一破了 这周线也出现很多买金讯号 所以当你看完这种格局 你敢买 而且你敢抱得住 你就会赚到钱 懂于是吗 盘整完成在这里 哎 拉出了没有 超红棒拉出来 脱离盘整区 你敢不敢买 我现在你敢买 后面呢 他不是涨上来了吗 从这边哦 商场如战场 武器定输赢 你没有好的武器 你不可能在国外商场赢钱了 懂于是吗 来 结论 爱因斯坦讲的话 一个决定改变原来不好的 一个改变 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 任何的成功 都是从一个决定开始 这是爱因斯坦讲的话 我今天把它送给大家 感谢大家的支持 后续你这个动作做完 你的一生就改变了 我们明天再见 有些事情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 能活下来需要运气 更需要勇气 谢谢大家 让我们有了新家 四年来是不间断的加油 陪我们一起走出阴影 四年了谢谢大家 我们会继续努力好好生活 因为有爱的地方 就是家乡就有力量 重建新居 重建希望 大宇国际头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